刮痧可以很好地缓解产后缺乳 治疗产后缺乳的穴位共有六个 蛋中、乳根、膝门、内关、哨泽、太冲 准备工具 刮痧板、经络油 操作方法 一、患者取养卧位 医者找到蛋中穴 蛋中穴位于胸部 当前正中线上两乳头连线的终点 用脚刮法刮式蛋中穴三十次 力度适中 以朝红出纱维度 二、医者找到乳根穴 乳根穴位于胸部 当乳头直下乳房根部 第五类间隙 距前正中线四寸 七门穴 七门穴位于胸部 当乳头直下第六类间隙 前正中线旁开四寸 手握刮痧板 以后边棱角面侧为着力点 刮式乳根穴至七门穴 三十次 力度适中 以初纱维度 然后用万力下压 刮式胸部两侧 由第六类间 从正中线 由内向外刮式三十次 以朝红初纱维度 对侧 以同样的方法操作 三 医者找到内观穴 内观穴 内观穴位于前壁正中 万恒纹上两寸 在饶侧万曲基建 同长长基建之间 涂抹适量的经络油 用脚刮法 刮式内观穴三十次 力度适中 以朝红初纱维度 对侧 以同样的方法操作 四 医者 找到 邵泽穴 邵泽穴位于小指尺侧 指甲脚旁 0.1寸 涂抹适量的经络油 用脚刮法 刮式邵泽穴三十次 力度微重 以邵泽穴有明显 酸麻胀痛感为佳 对侧 以同样的方法操作 五 医者 找到 太冲穴 太冲穴位于 第一 第二 植骨结合部 之前凹陷处 涂抹适量的经络油 以刮砂板 后轮角面侧 为着力点 着力于 患者 太冲穴 刮式三十次 可不出沙 对侧 以同样的方法操作 注意 实际操作中 应暴露皮肤 操作完毕